我自己團契就去計劃我們接下來幾年 我們的計劃裏面我們應該有什麼元素 可以讓弟兄姊妹成長 其實幾件事講完之後 講完好像沒有講一樣 因為為什麼呢? 培育到我們夫婦團契 期望夫婦的關係能夠盡心 能夠互相享受到那種關係 好不好? 講完好像沒有講 第二就說 期望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都可以被主的說話挑戰 我們有一個傳福音的熱誠 好不好? 講完是不是好像沒有講? 真的一定要 第三 我們說 我們一定要裝備 成為主的門徒 我們一起朝著教會的方向 目標 我們一起前進 好嗎? 講完是不是好像沒有講? 但是講完沒有講不行 為什麼呢? 他們會叫我講回大祖 大祖就講了幾件事 還有就是說 我們怎麼一起同行呢? 我都問上帝 咦? 講是我們講的 要帶弟兄姊妹走 又是我們 上帝你的說話有什麼 真是可以給到我們 真是在腦裏面 不只是空有知識 而是真的可以實踐 還要是 不要破壞殷福堂的傳統 就是不要標其立義做些事情出來 要跟他可以配合的 因此呢 你才可以活得長久 那因此就是說 我們怎麼做呢? 講了這麼久 你才懂得明白 其實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真的自己去看的時候 咦? 早期士道行轉 即是說 教會初初建立的時候 經歷了二千年 教會都沒有倒閉 即是說 基督教一路都能夠成全 即是說 好東西來的 是不是? 因此我就去士道行轉去看 士道行轉有三個很大的主題 第一個就是說 主升天之後 他賜了一個聖靈給我們 在裡面我們看到聖靈的工作 我們看到 試圖承傳著耶穌基督 地上的工作的時候 聖經有教導給我們 第三是 地上被建立教會 這個時候我再看 當然是第一章 今晚看下去了 第一章我看到的是 當耶穌升天的時候 給了四十日密集的課程 給十二個門徒 這十二個使徒聽完之後 他們有兩樣東西 即是傳流下來 是繼續承傳給我們的 耶穌的應許有兩樣東西 第一是 他升天之後 會似聖靈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每一個人可以怎樣? 為主作見證 並且我們有能力 換句說話 上帝除了給一個救恩給我們之外 並給我們一個熟靈的恩賜給我們 即是說我們每一個人 有一個獨特的熟靈的恩賜 目的是建立教會 第二 主是告訴我們 他會回來的 換句說話 即是說 神是會再回來 這個對我們來說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在這兩樣東西之後 我們看見的是第二章 彼得就很厲害了 他懂得講道 並且一次過三千人 五千人信主 那些人是問一個問題 他們問 那麼我們信了耶穌要怎樣? 那麼 彼得講得很清楚 他說你們悔改 悔改的定義 是說 將我們 我們腦裏面 我們被破壞了的部分 藉著神的說話 讓我們能夠有復原 並且有康復 建立成為一個健全的人格的一個工具 因此悔改可以說有這個意思就是 讓我們的生命可以藉著神 重整 有一個復原的可能 並且最終我們怎樣? 是可以健全 那麼這個呢 就是說 第二章他給我們看見 跟著 幾節經文裡面 我又看見 教會的成全 一直都是 用著這幾個聚會的模式 直到今天是沒有改變過的 讓我們一起去看 這個小行轉第二 第二章 今天我會選擇的是 四二節到四二七節 我邀請大家 我們一起去中讀這幾節的經文 都行深遵守使徒的教訓 彼此交接、脈餅、祈禱 眾人都懼怕 使徒有行了許多是神職 信的人都在一處 繁物公用 並且賣料田產、家業 照各人所需 用分給各人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 行徹在殿裏 且在家中脈餅 全著歡喜 誠實的心用法 讚美神 得眾民喜愛 主張得救的人 天天家給貪活 謝謝 謝謝 在這裏面 我見到的是 他們受到聖靈的鞭策之下 他們就是這樣去生活 在裏面我見到的是 麻煩給第二章的powerpoint 給我 再下一張 是的 在這一節經文裏面 第四十二節 他由兩個動詞 拉著四個名詞去做 行心、遵守 行心的意思是持續、不斷、沒有間斷、沒有懷疑 遵守的意思是說 甚至我是願意這樣去做 並且願意因著這樣的緣故生命被改變 而聚會的內容裏面 是四個的名詞 沒有說哪個大點、哪個小點 因此沒有說哪個先、哪個後 又或者是哪些應該做、哪些不應該做 換句說話 四樣都要做 這四樣加起來的時候 我們會變成怎樣呢 我很想跟大家看這四樣 什麼叫仕途的教訓呢 當然 今天已經沒有仕途了 他們已經回到天家了 在他們臨離開的時候 他們都明白一樣 就是主一路等的時候 等下有一天、等下有一天 主未回來 以至到神的說話要怎樣 要寫下 因此 他寫下之後 就成為了我們今天的聖經 因此我們說 要接受使徒的教訓的時候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就要看聖經、聽聖經 和遵守聖經的教訓 並且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是講到我們要不斷進行的 不是說今天讀完 明天就不用讀 這卷書我讀過 下次不用再讀 而是我自己都有個體會 就是 每次都會體會 為何這卷書 我之前發雞盲 有些東西看不到的呢 每次都會有些新的東西 是能夠給我看見 就好像士奴行轉一樣 我都看過很多次 這次看 跟上次看又不同 為什麼呢 原來在按照我們 真的不同的需要的時候 上帝的說話 在不同的角度 都給我們有這個提醒 並且是 讓我們以此為基礎的時候 可以說信仰的根基就是 我們用神的說話 跟神相處 亦都是用神的說話 跟人相處 有人問我 因為我剛剛現在 就是在帶著一個 新的EBS 新人組 他跟我說 聖經講的我全部都明白 但不過我做不出 怎麼回答他呢 他第一次問我 我不會回答 為什麼還沒看這裏 看完這裏 我會回答 因為為什麼呢 原來上帝給人的空間 最特別的地方 不是我指著你 告訴你 你要這樣做 你就會這樣做的 你只會更加不想這樣做 甚至呢 你是沒有能力做到 那呢 有一段片呢 就講到一個 國內的小孩 哥 爸爸逼他背乘數表 背到2而已 那就 一路罵 一路叫他背的 他就 21如22 4 23如6 24如8 27他就18 罵完之後呢 他再背呢 他說27多少 二七幾多 他說我不知道 他說 再罵他 就說這樣你都不懂 原來 被迫的時候 原來 人的腦裏面 不運作到 所以 為什麼 有第二樣 我們要給一次交接呢 換句說話 是要有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在那裡有什麼化學作用呢 我最初都不會回答人 就是 在我們殷福堂的傳統裡面呢 你來EBS 夠幾多堂就升班 那你可以呢 翻幾多次 不同的人 跟著呢 你夠那麼多堂 就可以升班 這個是殷福堂的傳統 跟著去價值觀重整 價值觀重整呢 這次不夠 上了五堂 不如給他升班吧 他跟上面那班那麼熟 下一班的時候呢 他來補幾堂就可以了 其實是不行的 為什麼呢 彼此交接的意思呢 就是人與人之間呢 那個的深度行 旅行呢 你就聽過 就是跟團 就 清亭點水 到到到你去過 最出名的那些你去過 那團契同樣 就是說 你可以課課都上過 但是 深度行的意思是什麼呢 去一些 沒有去過的地方 去一些值得去的地方 去一些人家不會去的地方 而且去完之後呢 你覺得不會浪費了的 因此 彼此交接的意思是 一個生命的交流 一個生命的接觸 並且觸摸到哪些呢 是觸摸到人 深層深刺的 一些的地方 我很想解釋這一段的時候呢 我明白你不明白 我講不明白 以致你不明白的地方呢 我感恩的 就是 我去了一個喪禮 他有十兄弟姊妹 其中三個都是消防員 來的 那你就剛剛那時候 最熱門呢 就是講緊 燒那個的迷你倉 那他們說呢 他說 他三個都是做到退休的 那他說呢 我們沒有退 沒有吞過泡的 我們一樣入過火場的 我們一樣呢 是面對過生死的 試過差點出不來的 他說呢 你看不看到呢 我們每間消防局呢 都有個籃球場 不是籃球場 不是籃球場 是排球場 他說 不是用來練體力的 他說用來練默契的 他說呢 裡面呢 你會看到呢 沒有個人主義的 沒有英雄主義的 沒有了誰呢 不會說不行的 但是沒有了全部就不行的 所以他說為什麼呢 他說 是操練到呢 哪個適合位 就哪個打 哪個適合位 就哪個摺 以至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完成使命 開開心心出去 齊齊整整回來 他說這個呢 是個操練呢 正正我就很體會呢 我們團契成長裡面呢 我們都需要這些默契的 如果不是呢 那個小組呢 我最怕一樣呢 就是有人來跟我說 他想轉團 他想轉組 甚至呢 他說他要出來 但是另一組 再問多少呢 就是一定通常呢 就是因為 其實大家都明白的 就是 大家相處了一段日子 有些不同的看法 帶來的是一些張力 張力帶來的是衝突 衝突最後呢 就是 多數都沒有吵架的 不過呢 就是大家都不出聲了 那因此怎樣呢 最好就是分開一下咯 那這一種好不好 當然不好啦 那因此 我就很體會 他還告訴我聽呢 他們跳起 打個球出去呢 為什麼打到地下 沒有人接到呢 因為跟對方沒有默契嘛 為什麼射十二碼射得入呢 因為跟龍門沒有默契嘛 如果有默契 你說射不射得入呢 那因此事奉上面 一個小組 你認為 有沒有默契是好啊 這個 就是彼此交接 怎樣才可以做得到呢 可以這樣說 我自己去處理 弟兄姊妹 人際關係呢 成功和失敗的地方呢 其實那個分水令是很清晰的 就是如果我能夠引導到他 去看回對方的動機 是健康的 只是跟你看法不同 並且他對你呢 是有愛的 並且他的出發點呢 是沒有任何是抵毀 或者攻擊你的呢 多數都是成功的 但是如果不行的呢 就多數都是失敗的 為什麼呢 就是說原來人與人的相處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如果 上帝的說法 真的能夠滋潤到你 你的腦裏面的空間呢 是能夠平復的話呢 你是 這個 我們講情緒的腦圈 那麼大的地方呢 它就像你的電腦那個Mouse 你按到哪裡呢 你就可以去到任何的 檔案裡拿到 正能量的data 如果不是呢 就多數都拿不到的 那我做夫婦的工作呢 很多時候 不是很大的吵架 不過呢 來到我那裡呢 他們通常會抱遠一點 多數是什麼呢 那老公好像是個木頭 那老公呢 就是不拿主意 那我就問 就是跟他談回 就是說過去的成績裡面呢 我說咦 好像沒有改變過 以前呢 他給你拿主意呢 你就說他怎樣 尊重你 是不是啊 那第二 你說他是個木頭 其實呢 你就告訴人 你老公很 拍拖 真的很專一 不過電的 但是今天就變成這樣呢 很簡單 就是說呢 人與人之間呢 那個交接裡面呢 如果看不到對方那種愛 和關係的支持呢 你是不會拿到資源的 這個呢 就是說呢 彼此交接的時候呢 第一 我們是要學習什麼 是有這個空間 是讓人與人之間呢 能夠是 拿到資源 那你就會成長 和你會健康發展 你的小組呢 才能夠 怎樣 是可以給神去用 並且呢 到拆那天呢 是難捨難離的 不是好東西 明天不用再見到他了 而是說 我們仍然可以 在拆了組之後呢 仍然可以給予此支持 我多了個組而已 是多了個support team而已 對於我自己呢 都很大反省的 看完這裡 就有一天 我要和太太 要去 我之前以前問過她 講得的 曾經家國靠不敢講 在這邊 那麼 意思是什麼呢 早上 要趕著出門口 這邊正在煎蛋 這邊正在煎蛋 這邊正在煮公仔麵 希望呢 兩人一起熟 倒進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就快了 在這個時候呢 我太太呢 其實對我很好 她把蘋果給我吃 那麼呢 我怎樣呢 這邊是拿著 拿著 餅子 正在煮麵 那對筷子 這邊呢 就是 拿著餅子 正在燉蛋 那麼我怎樣呢 我說麻煩你了 你看不到的嗎 出去吧 那麼 大問題你也知道 是的 但是 上帝給我們有說話 以及我們真的 彼此心道行的時候呢 我會看回 原來 自己成長裏面 是排第二 那麼 被忽略的時候呢 我就有這種感覺 就生氣了 一生氣就什麼都想不到 了 不會想到對方有好的地方 那麼這個時候呢 自己想回就是 其實這個都是自己成長的問題而已 看看 其實他挺好的喔 因為呢 他不想蘋果已經切開了嘛 那麼呢 就拿油給我吃 不會變黑色的嘛 是不是 那就是 我不是要多謝他呢 就是說 人與人的相處 小組就是給你這個空間 讓你能夠呢 就是說呢 是神的說話 加上這個空間之後呢 你可以成長 是否這樣就可以呢 第三樣呢 我們見到的是怎樣呢 我們是講抹餅 其實抹餅這件事呢 我們每個月都會做 但是重點 重要性在哪裡呢 其實每次抹餅 我們都很明白 第一就是說 主是為我們成就了救恩 我們是一個新的人 提醒我們是怎樣的 神 聖命已經住在我們裡面 並且是我們前瞻前面是 主會再回來的 因此就是說 我這個生命 今天 我是會等主回來的 如果看回這段小朋友 究竟是否這麼容易做得到呢 他們為什麼能夠做得到呢 因為當日 他們最大的原因就是說 他們知道主很快會回來的 以至到怎樣呢 就是說 地上的一切都已經不重要了 我是為什麼 我是為主回來之前而活 這個也是我們基督徒呢 是很多時候 不能夠成長 或者是站在這裡 不動的時候呢 最大的原因 我們看不到主回來的那個迫切性 如果你看到主回來的那個迫切性 可能我現在講下一句就是主回來呢 你的生命是不同的 我們是不知道主什麼時候回來 但是如果你能夠有這個心去預備 主隨時都會回來的呢 我活在今天 我就會做人了 因為為什麼呢 對於未信的人 和對信的人來說呢 我怎麼跟他相處呢 我要計較些什麼 我在乎些什麼呢 很坦白 完全都不同 很多東西都已經是身外物 還有就是 要不需要這麼認真呢 有些事情 還有哪些事情應該要認真一點呢 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每次聖餐 你是這樣去抹餅 如果你真是得罪人的呢 我絕對相信你會記得的 一定有提醒的 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能夠用言語去表達給對方聽 甚至 你被人得罪的 你現在慶忍那個 如果真是聖靈提醒你 你是可以很平和 不用情緒 是用言語去表達給對方聽 是可以不帶任何攻擊的 這樣就是人際關係了 這樣就可以建立了 最簡單的就是 我幾時幾時 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我面對過一些很不開心的事情 跟你有關 我很想跟你說回 最終是說 我見識性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說 這是我的需要 我被你刺傷 那我要提醒你的時候 是 我需要做些什麼協調 就是 我猜你不是這樣的 不過 我當時的心 真的這樣想你 是很不同的 還有 最終 你怎樣才可以 能夠有這個平復的心 去做得到呢 是你要自己肯定自己 也肯定對方 才做得到 這個是可以說 罪 或者叫做人生裏面 我們成長我們的創傷 來的 是依附你裏面 有四種 第一就是 我覺得我是好的 你是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獨斷獨行 我會專橫 我會看你不起 如果我覺得自己不好 你好的呢 那我就收聲 我就會失蹤 我會在一個群體裏面呢 是很不起眼 是不是 反過來 如果我覺得 你又不好 我又不好呢 那就是天下大亂 因為為什麼 你自己要什麼都不知道 因此就是說呢 這個深度行 是讓我們怎樣呢 是讓我們有一個平復的心 先去相信 和接受 上帝給我們自己 每一個人的 都是獨特的 我是有用的 你試一下 現在想一下 讚一下自己有什麼好 想不想到啊 想到 一定要的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要肯定到自己 第二 如果今天你是和別人同行 一齊來的 你試一下讚一下它 這次講到准你講話 你讚一下對方 換句話是怎樣呢 就是說 我們成長裡面 主裡面 我們要學一樣的就是 我本身是獨特的 我有用的 我是很可愛的 這個可愛不在乎 你怎麼看我 第二就是說 每一個人 我見出去的 都是可愛的 為什麼都是上帝你做的 你都有用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既然信得耶穌 上帝給了你一個生命的時候 你同樣有什麼 你一定有一種恩賜 在教會裡面 是建立教會的 因此我們沒有得比較 我們只是怎樣 我們是彼此建立的 那麼如果你存一個這樣的心 一起去同行的時候呢 你過去一些的 不要說壞的東西 是不理解自己怎麼會 為什麼會這樣做 或者覺得被忽略的時候 會生氣的情緒呢 你會慢慢慢慢降低 因此你是可以被建立的 還有就是 團契裡面呢 討告是重要的 這個討告呢 不是告訴你我需要什麼 因為這個討告呢 前面呢 有個article 有個名詞 即是說有個 中文叫定觀詞 即是說是一個主題來的 即是說 是教會說 我們為什麼去討告 現在我們為什麼去討告呢 我們為會友大會去討告 我們為接下來呢 我們教會前面的發展 我們在說一堂多子 怎樣去討告 而是說呢 我們同心是為這件事 討告的時候呢 你才有一個前進的一個方向 而不是說呢 我今天想減肥 希望成功 我做傳銷的 我希望呢 上帝你給我多些生意 所以呢 我有空間 我有時間回教會 不是這些 如果是這些呢 如果真是上帝給你呢 你小心 即是說為什麼呢 上天都聽你祈禱 那怎樣呢 你賺了那些內 怎樣用呢 你有這個空間的時候 怎樣用呢 希望你真是能夠 看到那個的 所以 因此 在這個 聽神的說話 我們是持續地去做的時候呢 很簡單 如果你說 你真的這些聖經 你讀完了 那我邀請你呢 不如一起去教了 所以下一季呢 我都是同樣呢 即是說我去教主學的時候呢 我都邀請一些 我自己團契 又一起做個同學 她又畢業了 就一起去教咯 為什麼呢 一定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期望的是 每一個頂姊妹 你都可以持續 在聖經的話語上面呢 繼續的去吸收 吸收的過程 不是知識的增加 而是說 聖經入到你裡面的時候呢 你怎樣去掙扎 和怎樣去成長呢 讓到的是說 上帝的說話 既然臨到你的時候 有罪 你就認了 當我們真是面對著 扎心 我們需要 上帝卸臉的時候 我絕對相信 神的說話 是可以給你得著卸臉的 並且 是讓到你怎樣呢 你是能夠 最終是留個回應神給你 那個 那個的呼召 我自己都試過呢 做替工去別人的團計 講了一次 新生命 新生活 最後呢 有一個 我們現在的童工 跟我說 就是那次 你來到 你講了你的生命故事給我聽 其實我掙扎了很久了 不過再掙扎了那次 我不掙扎了 那我去讀神學 因此他就變成了什麼 是跟我的童工 我很想告訴你 我哎呀 感謝神 原來那次 劉鬧口說了這麼多 原來有個人 不是叫他信主 有個人 會應神 他願意去讀神學 即是我的意思 不是說 什麼要說 自己有什麼好處 原來 神的說話 當你願意聽 聽了 其實新生命新生活 他聽了很多次了 那一次 卻是讓到他怎樣呢 是生命真的改變 我的意思是說 神的說話 幾時都好 你再聽的時候 你沒有恩賢 你已經聽過 我關了耳朵 你再聽多一次 既然上帝給你 聽多一次 一定有他的意思 如果你存到這樣的心 去聽的時候 我絕對相信 你能夠得到贏 那這四個的操練呢 最終你會生命改變了什麼呢 我想請打下一張powerpoint給我看 透過這個的操練 上一張就好了 上一張就好了 這四個信仰的操練呢 是會帶來我們生命三方面的改變的 在這裏的powerpoint呢 有一節經文呢 我沒有講下去的 就是說 四十三節呢 眾人都懼怕 使徒又行了許多神跡其事 換句說話 懼怕的意思也可以說是敬畏 懼怕的意思呢 也可以說呢 聽到入心入肺 不敢不聽 還有相信呢 這些說話呢 真是從神而來的 使徒又行了許多神跡其事 我們不需要說說到這麼圓妙 而是說 我們相信 我們的信仰呢 很多東西呢 不是說偶然發生的 而是說 上帝真是掌權的 我自己試過怎樣呢 初信沒多久 我自己開車 有車 不過沒有車位 通常星期六呢 我回到去呢 就 只要我在兩點多鐘呢 放到咪錶位呢 我入錶入到六點呢 那我就可以放到禮拜一的了 那呢 就期望車就不要動了 但是呢 太太和子女就不會放過我的 一定要動的 特別呢 就是那時候我信呢 就是 我住屯門 他要我去另一個地方呢 聚會呢 開車去才方便的 那呢 開了車出來呢 八點九點 回去的時候呢 多數都沒有位的 那我很調皮的 我會 我會挑戰神的 就說 你說你是神 你是這麼厲害 那現在我祈禱啊 你回來給我這個位置 我放啊 那這樣 真的喔 這麼巧而已 那這樣 下次又是喔 我連續試過三次 如果你說 按著這些機會率呢 你只能夠說呢 那因為你那個中數 離開了 人家放了一輛車下去 他吃完飯走了 你剛剛回去而已 這樣 你可以這樣表達 但是如果三次都是這樣的時候呢 你怎樣呢 神真的跟我同在的喔 神真的聽我的祈禱喔 不要亂說了 那這種是什麼呢 這種就是敬運 那你的生命的成長呢 就是這裡 因此 在幾樣的聚會裡面呢 你會得到的呢 就是這一份的心 你對神呢 你會那個的 渴慕 你對神那種的敬畏 你和對神那種相信 他跟你同在的心呢 你就會越來越大 同樣 在這個的操練裡面呢 究竟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呢 是對教會有好處呢 對弟兄姊妹有好處呢 還是對我自己有好處呢 我可以說是對自己的益處大過其他 因為為什麼呢 它是給你生命上面呢 有三方面的改變 這三方面的改變呢 是你自己的得著來的 我想請大家 就去看剛才 下一個point的了 因此 就是說呢 我們聽完 和去上帝的道之後呢 我們怎樣去實踐 和我們的弟兄姊妹同行呢 我們可以說是 第一 是為主呢 我們會常作準備 第二 我們的生命將會成熟 第三呢 我們會成為上帝合用的器命 我請請打蛋 是的 這裡呢 就說為主常作準備 經文是怎樣呢 我想跟大家一起去讀這兩節的經文 信的人都在一處 繁物公用 並且賣了田產家業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日 這段經文呢 我們解釋的時候呢 我們真的要很小心 還有呢 是上文下理呢 一定要是清晰 第一 我們見不到教會呢 今天對人有這樣的要求 第二呢 就在整本聖經裡面呢 可以這樣說 新約呢 只有耶路撒冷這個教會呢 曾經這樣做過 第三呢 就是耶路撒冷這間教會呢 雖然在文法上面 我們見到是持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們是這樣做 但是都沒有說呢 長久持續這樣去做 因此就是說 這個是有一個獨特的處境 因為他們認為主很快就回來了 所以呢 我剩下的東西都沒有什麼用 通常呢 所以是因著這樣的緣故呢 慷慨一點 但是 在這段經文裡面呢 都給我們一個很大很大的提醒 第一 所有的東西呢 我們是管家 每一個人呢 我們看見 上帝給人的恩賜真的不同 有人是多些 有人是少些 第三 就是說 既然在這裡裡面呢 這個不是教會裡面的教條 因此他們是自願付出的 因此 這個我們可以看見的是 他們是 因著上帝的說話的感動 他們自然自動自覺地去做 並且他們是做什麼呢 就是 將自己不只是錢的 是恩賜都加起來 就是說 我上帝給了我所有的東西 我為主在回來之前 我怎樣去預備我自己 給神去用呢 這個更加為之重要 並且在這裡裡面呢 我們看見一樣很特別的 繁密公用裡面呢 拿出來的人呢 他們沒有私心的 他們沒有想著 就是說呢 我拿出來之後呢 我有執事做 我拿出來之後呢 我的地位超然個人 甚至就是 我拿出來之後呢 今時今日 是一些機構呢 會給一個主席你做的 會給一個顧問你做的 他們沒有的 還有就是 拿的人呢 他不會貪心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只是拿自己的份 而已 並且是 各取所需 也都是 他也都不會說 是覺得自己是 很內疚 要拿這些錢 也都不會說呢 是不接受 並且是 恩賜今天原告 為的是什麼呢 為的大家都是等主回來 因為 我拿得的當然 我是我自己的恩賜 我去做不同的事情 有些是 我有錢 不過我不會做那件事 他懂得做 那所以怎樣呢 就給他了 那因此 在這裡我們看見的是 上帝給我們 學習的一樣 操練就是 我們真的要為主預備 即是說呢 是上作準備 今天 我們來講 上帝既然記得我們坐在這裡 來了恩福堂 我們怎樣預備自己 可以成為這個福音的使者呢 我怎樣去 上帝給我看見的 我應該怎樣去做呢 我相信上帝給你們有眼 有耳 你們是知道 教會的需要 你知道 你可以做的事情 以至到你可以做得的事情好很多 並且可以這樣講 有一樣的操練 你可以真的試一下 我和每一個轉會 或者洗禮的弟兄姐妹 我都會建議她做的 就是做私事 私事最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有你不是很顯眼 不過沒有你就很顯眼 是不是 你冷啊 你一定要自己去拿 披肩 你還有不知道一定在哪裡 你想拿程序表 你不一定知道在哪個角落 是不是 但是他們知道 還有就是他們會互相補位 沒有誰比較威風 沒有誰比較差 他們就只知道自己要站在門口 那個角落 你如果要去洗手間 如果你不知訂的 他一定會告訴你 哪個門口才能出去 要不然你衝大門而出 一聲 那就影響了整個什麼 崇拜 因此 這是一個很好的操練 第二 就是說呢 我們會去到生命 能夠成熟 那我請給下一張 第四十六節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 行設在地面 並家中抹頂 傳一個歡喜 誠實的心用法 這個可以很簡單說 就是 他的信仰已經去到生活化 他的生活和信仰 息息相關 是沒有分別的 而且最特別的是 外在你會看到 他那種的笑容 你看到他在他裡面的生命 他可以流露出來 誠實的心用法 換句說話 吃都吃得安樂 吃都吃得安樂 並且是 有的可以吃多些 沒有的可以吃簡單些 不會為這樣東西 而是 去到一個地步 是 不應該是屬於自己的 都去拿 這個是最特別的地方 並且 這個就是小組生活 如果去到這一步 你想想 每一個回來 是不是虛偽的 笑給你們看 見到你真是開心 那句不是假的 並且可以就是 我有多少 可以和你一起分享 就是那種的生活 那你說 如果這種生活要你拆組 你拆不拆 我告訴你們 我就是要這些組才拆 他才有能力拆 他才有能力去愛人 他才有能力 是真的去建立生命 也都是 這班人才有支援 如果不是 其實 是不理想的 同不同意 因此 就是說 有人問我 我早就說 已經幾多年 我們很開心 不要叫我拆 我說 拆 好吧 他說 巴基里說拆 就拆 不過我們經常都聚會 我們就聚了 你聚叫我也可以 我說 因為有支援 還有你真的很健康地去接生人 是不是 因此 就是說 生命的成長成熟 這個時候 你是可以 開心 你可以告訴別人開心 不開心 可以告訴別人不開心 卻在裡面 是不帶任何攻擊 不帶任何對人有的侮辱 並且是 你可以最終 知道自己需要些什麼 並且能夠表達出來 人往往就是 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或者不能夠用言語表達出來 就用情緒表達出來 要不就 難聽些 一路 一隻手指著你 四隻手指指著自己 看不到 其實就是裡面的創傷 不想讓人知道 自己藏著自己 另一種就是 吞一個窗戶 就是期望什麼 你最好看不到 那麼 在這個時候 這個就叫做 不成熟 如果成熟的就是 可以表達出來 大家才能夠接納 這一個就是小組 最後 C 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你看到這裡 他怎麼說呢 他說讚美神 得眾民的喜愛 換句說話 你去讚美神 神都越納你 那你說 在神的心目中 你是否一個 可以給神用的人 並且 神去用你的時候 我們都講 外在 這些叫做 主觀的恩賜 即是說 你有 立刻讀 別人又給你去做 客觀的恩賜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去到小組裡 那些組員來到 雞飛狗走 那是不是 屬於 對呀 得眾民喜愛的意思 就是別人願意跟你親近 別人願意給你目養 他願意聽你說 這個時候呢 讚美神 得神的喜愛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說 這個就真的是到你了 到你去拆組了 到你去做組長了 到你去接受裝備了 為什麼呀 一定適合用的嘛 是不是 因此在總結裡面 有一句說話 最特別 主張得救的人 天天加給你 我 在恩福堂呢 大祖 不是很長時間 但有一件事 我很信的 信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我有幾多個組長 合用的組長 就有幾多新人來 如果我舊組長開一組 就只有一組 如果我舊組長開兩組 就有兩組 如果舊組長開三組 就有三組 試過有一組 肥嘟嘟 大大組 二十多人走下來 他們分四組 那上帝 給我們是怎樣呢 那次我們去介紹新人 我們不是真的把紙讀上 我說 這次第一次來的全部起床 我們歡迎他們 因為一百人 為什麼呢 一百二十人去大組 因此我們拆到四個組 今期 譬如 例如 一隊組長 那怎麼辦呢 上帝又不用你擔心 他不會給你多些人氣 不會因為生兒子出來 沒有人接的 所以這句說話呢 對我來說呢 我很相信 就是說 如果小組裡面 已經有足夠的人 還有他願意毀身 上帝又用他的時候 他又願意出來呢 就有幾多組員 我剛剛 我小組是拆兩組下來 他就是有兩組 多都沒有了 很特別 因此就是說呢 我就會看 上帝真的跟我們同在 結伴同行的時候 如果你成長成熟到 這個的尺寸 上帝就會給這麼多人 如果沒有呢 不會浪費的 上帝不給的 為什麼呢 無謂浪費了 那這個呢 就是我體會 上帝給我們 最同在的時候 成長裡面 最特別的地方 因此 在整篇的訊息裡面 上帝是給我們有挑戰的 挑戰我們第一步就是 我們一定要在神的話語裡面 我們真的要有根有機去學習 這個學習 不要停留在知識的層面 是要去到哪裡呢 是要能夠用得到 能夠真的應用到在你的生命上面 並且能夠呢 是給到你 你自己生命改變的資源 第二就是說 你一定呢 上帝是會給了恩賜你的 作為牧者 我們同樣都會說 上帝既然給了一個恩賜你 我們作為牧者 我們要做的是 幫助你找出來 協助你發展 最終是讓上帝使用你的時候 你一點都沒有了 最終是你去完成 上帝在你身上的使命 這個呢 就是說 第二個挑戰是 你一定要去侍奉 你在一個團契裡面 你不要經常都想著 別人去服侍你 不行的 信仰裡面呢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私給受更為有福 一定是侍奉 那個的成長的空間 才是最大的 你試試你每次回來 坐在那裡 還有做個私事 你的心態都不同的 這個很特別的 因此 所以說 我們這段聖經給我們挑戰 究竟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可不可以盡心呢 這個 不是說 講了等於沒有講 講了等於你做不做的 你願不願意去試的 第二就是說 人能不能夠將生命真的挑旺 成為神合用的器皿呢 是可以的 又是 你願不願意去回應 還有你願不願意 是神給這個說話 支援你的時候 你一個空 上帝給你有那個空間裏面 你能夠在這個空間裏面 又幫助別人 又幫助自己 這樣去成長 我絕對相信 如果你願意這樣 和你的弟兄姊妹同行 你自己第一個被建立 一定是你自己先的 第二是怎樣 至少 恩著你自己的建立 你身邊的人都是這樣建立 上帝給我們在二千年來 使徒行轉這一種的模式 是用到今天 仍然持之有效 上帝今天同樣 是給我們一個挑戰 給我們每一個人 你願不願意去接受這個挑戰 接受這個裝備 與人同行 讓我們低頭 我們一起去祷告 天父 我們每一個人 在未認識你之前 我們生命是扭曲的 我們盼望上帝你的說話 給我們自己一個肯定 讓我們能夠知道 上帝你做我們 我們是尊貴的 上帝你做我們每一個人 有你的目的 求主你給我們 真是朝著這個心 我們願意在聖經上面 我們去被你提醒 我們繼續的學習 有沒有弟兄姊妹你說 我很想在神的說話裏面 我繼續被你挑戰的 我都很想你舉手 我為你禱告 我見到很多手 願的是主你真是說話 是與舉手的弟兄姊妹同在 真真正正能夠給他們 在神的說話裏面 有真是生命修復的可能性 並且帶來的是一份祝福 有緣 在那個小組的生活裏面 我們真是能夠學習 上帝的話語真是讓我們 能夠滋潤的時候 我們學習 怎樣把我們心裏面 潛藏著的不開心的地方 可以和人分享 並且不要把這個責任 放在對方身上 嘗試去表達這個過程裏面 是跟我自己過去的價值觀 和成長有關的 期望對方能夠 體會的時候 能夠彼此同行 互相成長 彼此的接納 互相建立 我們可以成為上帝 你合用的器皿 又願上帝因著這個緣故 讓更多人給我們去建立 願主親自的祝福 聽你話語的人 我們今天祈禱交託 奉主的名字 下面 謝謝 請下 請問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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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